新聞介紹來看 一樣也是和民眾健康十十相關的議題 就是現在對著臺灣洗藥劑白人的比例 是現在世界的第一名 發病的初期並沒有人現種的萬性藥劑 已經先為威脅民眾健康的穩定失授 白人是想因為沒有很早來發展自己得到萬性的藥劑 應付到適當的就義時期 第四必須要面對著洗藥劑甚至是換藥劑的名顏 醫生就特別提出民眾一定要做定期的健康檢查 那是有藥劑向民眾健康一定會陪醫生積極來配合 不可以黑白吃來路不明的便藥 五十七歲的中路是因為聽朋友的介紹 只聽說可以補給強心的藥劑丸 當身體感到不爽快的時期 就他的時期就發現已經是藥劑的月期 只有發動定期在便宜來洗藥劑 讓醫生當協會自己擔憂到適當的就義時期 怎麼發言說要洗藥劑 吃了之後有什麼盡頭出現 我一定怎麼出現醫生 醫生檢查不可以黑白吃藥劑 吃吃藥劑像我這樣洗藥劑就辛苦了 台灣洗藥劑的病人比例高級世界第一位 洗藥劑像你一定病醫有幾乳科醫師 林大衛發行學民眾用藥的習慣 還有觀念有很大的關係 在這個問題當中 師匠都出現有患者 因為吃到來路不明的偏向 才是生涯 但後到注意的不斷時間 病人就是可能身體有一些不舒服 就是會找一些偏方 不信任醫院的處方 然後去吃一些偏方去找 或者聽信一些朋友介紹的一些藥物 醫師特別提醒 已經到達萬幸一般的患者 是想避免自己聽藥 和這些條件有良的行為 避免到萬幸一般控制不好 這一波發生到有幾般的合病症 特別是最近有一些慢性病 像高血壓糖尿病 其實都會慢慢的導致腎臟病 那這些其中一部分的民眾 他有一些迷失認為 醫院開的藥不能長期的吃 他認為所有的藥都會有 對腎上有害 所以導致於他有些人 他吃了一陣子藥之後 或者是沒有乖乖的服用藥物 今天是醫生叫台車市民 為著保護自己的藥劑 一定要尊重三多三少 四步一沒有的關鍵 他不是習慣要注意 多吃纖維質 多吃素材這個 多多喝水 椒糖 椒油 椒鹽 保持不吃粉 不肯減酬 不肯減酬 不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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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肯不肯吃油 以及沒有鰭魚肚的生活完結 當時也要定期做的身體 健康檢測 但是發現有油脂病 一定要和醫師繼續來做配合 不肯自己吃飯 或者吃飯油 對等和一杯合併用處 細心新聞 東京平翁 蜘蛇 三大禮器 蔡宏 報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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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